好 前面两个都是骂老板的 骂工作的 下面这位特别爱上班 自己也当过老板 至今应该也是笑个文化 最喜欢在公司待着的人 掌声欢迎呼喊 大家好 我是不拉 我在外面看我就在想 看见没有 不要轻易惹程序员是吧 我刚才在上面看我就觉得 我老了 我觉得凤凰传奇怎么这么好听啊 其实凤凰传奇有粉丝其实不意外 但是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 他是增益的维粉 就只喜欢增益是增益的维粉 然后你知道增益的维粉 去找喜欢增益的那个角度 要非常非常刁钻 他说至少增益唱rap 我们能听得清 这话说的我唱rap 你们也听得清啊 不见他不好听啊 不聊我们哈圈这些事了 对吧 今天我们聊职场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跟以前的年轻人很不一样 现在年轻人工作的时候会思考意义 工作意义是什么 他想不明白他永远不工作 前一时间我在马路边上喝酒来个年轻人 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我是诗人 我就知道没有工作嘛 但咱情长这么高 我说你是那种一毕业就当诗人了吗 他说是 我说诗人稳定对吧 就想 赫拉特跟我聊 他说他是东北的 我说那也算是个边塞诗人了 然后他后来跟我讲 他说他为啥不工作 觉得啥都没意义 工作也没意义 最后说几动了 他说你说觉得哥 我这人生还有意义吗 我得劝 我说还是很有意义的 他说有什么意义 我说有教育意义啊 对我来说都是先做事 再去想这事有啥意义 意义有多大 完全取决 这是能做多大 我刚开始说脱口秀的时候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上台说脱口秀 可以不用抢票 谁知道一路说到今天 你现在记者在问我说 你当初为什么说脱口秀 我说那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啊 经常是记者没打第一 我说咱暂停一下 我有点感动到自己了 记者说我真没想到你说 脱口秀竟然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说我也是刚想到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老板会帮你找 这个时候同样一句话 你会觉得很难听 你们想想看 然后李战跟我说 忽然咱们说脱口秀 是为了把欢乐带给人间 我肯定说我可去你的吧 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 太早了 他给拍灯点有点多啊 就无灯可拍了 李战很聪明 不会说这种话的吧 但是很多大佬爱骂 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赚钱和说话 你只能占一样 对吧 所以说现在老板说啥 员工都不信 他说你最近表现不错 是不是想让我多干活 最近表现不好 POA 是不是POA 肯定POA 在员工眼里 就是总有阵想害刀民 所以说做老板就少说话 我干活你给钱 我加班你给加班费 就这么简单 我加班到半夜 你说这是福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好人一生平安 你要这么说我就来劲了 那我也不干活 月底就拿钱 你也别说我上班消费饭 我这叫职场化缘 化缘 化缘讲究的是一个缘 你老板遇到我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要度的节 感好应该就走了 感好应该就走了 而且你花钱养我 我帮你积功德 这不是我的福报 这是你的福报 而且你能感觉到的那种洗脑 其实都是失败的 你说这是洗脑 这是失败的 真正的洗脑 都是润无息无声的 我之前家里 我亲戚的孩子毕业 说去了一家科技公司 我说公司做啥子 他说公司规划了很多业务 目前主要是贴膜 手机周边加互联网金融 我听着都不合法 他说老板还给了他股份 我说这你也敢要 他说我们是合伙 我说你们这是同伙 他等公司上市了 手里股票值好几亿 我说行吧 他说上市公司 卖壳壳壳 没想到卖的是手机壳 他们发股份 是因为老板没钱 不给发现金 每个月只发股份 因为不发钱 上班迟到什么之类 也没法扣钱 只能扣股份 他妈打电话问他 说干咋样 他说多得也没法说 反正上个月迟到十分钟 亏了三千多万 他妈都吓坏 他说你是抢银行 迟到了十分钟吗 反正他积极性贼高 感觉在给自己干活 在奋斗 在做自己的事业 我说行吧 反正干得越好 我判得越早 我觉得我这个弟弟 很快就会发现 老板在骗他 然后变得虚无 然后认为 全天下老板全是骗子 然后最后成为一名诗人 年轻人太难了 什么股票齐全 你以为是上天的礼物 其实是难给的诱惑 所以说 对年轻人来讲 你得自己知道 你自己要啥 我奋斗是因为我想奋斗 不是说老板说 你应该要奋斗 你在职场的这种 世俗的眼光来看 增益二十年了 成长性几乎是零 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呦呦呦呦呦 一直只知道 做自己非内的事 但是怎么样了 人家活的时间 比很多企业活了多久 对吧 根据老板来说 即使为了生态平衡 你们也少骗一点年轻人 当狼把羊吃光了 狼就是羊 对吧 好了 接下来 胡兰 他的笑容比 感谢胡兰 喜欢胡兰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哎 胡兰你老说那个 曾益是你们rapper之间的diss吗 是不是 我们 这个 平安 平安 已经不剩几个人了 你这个 没剩几个人了 我就觉得他说的那个 就是一个一个接 再一个梗的这种感觉 就是特别稳 而且就是让你感觉到 越听越想听 就是他那个逻辑思维 让你听的就是特别的 就是觉得有逻辑 就觉得 这种应该是什么一种感觉的 你语言怎么说 就是有逻辑啊 对吧 诗人 你拦人诗人 就听进去了 就不光有讹计 情绪顶得也很高涨 尤其是说到每个部分的时候 感觉哎呀 这个灯不够拍呀 但是你说的非常好 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 这个舒适圈里面 我告诉你 这叫眼光 你跟老板站好或者怎么样 你吐那么多就没用 眼光好 找一个好搭档 是真的 我们之常也叫赖着不走 你对前辈你自动点 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